他把這個窗戶打開,然後整個從這邊跳出去外面 打出去外面,然後就坐在那邊大哭 當時呢,是凌晨一兩點以後就坐在那邊哭 然後不肯上來 然後也不肯講原因 那我今天要拜託求他 求他真的是求他到真的腿都快軟掉了 他才願意慢慢回來,然後再馬上把他脫髮一樣 對,而且這邊 我們這邊下去是不吃了 回想那一天真的是嚇破膽 女兒半夜爬出露台大哭 17樓的高度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而會讓女兒情緒這麼失控 全都是因為一個線上美語課程 就覺得小朋友晚上很晚才上課 導致他隔天沒有辦法上課 然後我就把他終止掉了 當下那位中先生呢 就打電話給我小朋友 就跟他講一些 即使口氣很不好的話 然後導致他心情很沮喪 然後那天半夜的時候 跑去我們家的陽台 陽台然後在那邊大哭 小方的母親說 空中美語的業務專員 就把退課的所有過錯 全都推在女兒身上 因為課程費用高達20多萬 讓女兒很自責 反正就是讓我有種心理壓力 感覺就是我好像做錯的事情 然後連累到她的感覺 只是問我說為什麼不想要上課 然後我這樣不這樣 我就一直道歉 然後那時候就是情緒有點不太過 什麼樣的美語課程 可以把一個國三學生比到這種程度 這要從去年六月的一通電話縮起 空中美語的專員打電話過來 問我是否對 就是要不要上線上的音樂課 然後我說還可以 他就開始退銷 他就說我們的課程可以試聽看看 然後你喜不喜歡 然後有一些什麼方案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教材那些的 為了想精進外語能力 在這疫情時期 線上教學吸引了小方的目光 在試聽課程以後也得到父母的允許 就這樣交出信用卡刷下去之後 才發現女期待不符 是覺得他程度是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太簡單了 連我弟都會 除了課程太過簡單 上課時間也常常都在深夜 影響到了正常作息 於是小方的媽媽決定幫女兒退課 周先生呢 他就跟我開始 噼哩啪哩啪講很多 說我們這個是有合約性的 我們有簽約了 我說我們當下就很生氣 我們沒有任何書面上的合約 為什麼我們有簽約 收到這張班子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要繳到二十幾萬 那一件事情之後 他整個個性變得很負面 跟整個情緒化變得很低潮 所以我導致每個禮拜 都要帶他去看身心課 原來當時小方父母 只知道一堂課要價一千五百元 根本不知道被綁了約 覺得業務有意隱瞞 還搞到女兒出狀況 決定寄出純正信函 要跟業者討回應有的權益 因為他提出的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退費條件 那當然他業務單位的話 他一定要做一個這樣的 確認了以後 然後再往上承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 線上的一個合約 所以一般都是線上導讀以後 一般現在都是double check 你說點了合約也好 或是簽了合約也好 他不知道合約的內容的話 可能比較不容易說得過去 我覺得說行銷的過程可能有點問題 在消費者那邊也很輕率 然後退費的標準是不符合我們 網際網路交絕服務 第七月印記在第18點的規定 它是沒有符合的 他們也建議業者這邊這個案子 就用特別的方式來處理 突發中心新美報道